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未然的小脸上满是母亲的手光 就在这时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了短信的提示音 她瞎意识地走过去拿起来 然后她就愣住了 那是姜如许的 然然 生日快乐 我是故意想要最后给你短信的 这样才不会被你铺天盖地的祝福给淹没 等我忙过这段时间 再把礼物给你补上 拜 将如许 这个时间她应该早就进入睡眠了 可是这定时的短信却如约而至 忽然地 简未然心口上涌出复杂的情绪 眼眶也莫名地跟着哄了 她知道 她最想等的人永远都不会再跟自己说生日快乐了 她随手把手机就放在床头上了洗手间 再回到床上时 却发现怎么都被漫发入眠了 最终 简未然走出房间 想起给自己热一杯牛奶 可在打开门的瞬间 看到摆在房间门口的礼物盒时 就愣了一下 礼物盒包装的每一处细节 都是简未然喜欢的 不用拆开她都知道 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那是每年都会出的限量版八音盒 而能做出这样包装的人就只有顾景南 这几年 他们两人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 顾景南总在骗她不能回来 但在最后一刻又会突然出现 在她又哭又笑里 不说有礼物 但第二天一早开门的时候 就能看到门边上看到礼物 这样的情绪让简未然下意识地拿起礼物跑了出去 顾景南 你在家是不是 你在哪里 出来 她的奔跑引得管家立马出来 夫人 夫人 你这大晚上的 这是顾总昨天让李特助带回来的 交代我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放在您卧室的门口 顾总并没有回来 回过神 简未然冲着管家淡淡的点头十一 好 我知道了 而后她又返回了卧室里 独留下管家站在原地 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直到房间里简未然机械麻木地拆着礼物 果不其然 是今年限量的八音盒 再不喜欢顾景南 简未然也不会跟自己的喜好过不去 这八音盒的主人和顾景南是挚友 这些八音盒都是她专门定制的 可就在简未然拿起来的瞬间 手突然无力地虚脱了一下 八音盒就这么砸在了地上 上面的装饰掉了下来 甚至有了些坑破的痕迹 简未然正在原地很长时间没了反应 这八音盒 是不是代表着她和顾景南 真的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这一夜 简未然几乎是在梦眼中度过的 经纪人带着警察走了进来 警察必行询问了当天的情况 给宋婉欣做了笔录 正打算离开的时候 宋婉欣却忽然叫住了警察 怎么嫌疑犯就这么算了吗 我要起诉嫌疑犯谋杀 剩下的事情我的律师会亲自处理 警察遗证 这 难道警察不管杀人犯法的事情了 但我真的不建议问问舆论 是不是权力可以只手遮掩 宋婉欣一字一句地问着在场的警察 在场的警察 你看我 我看你 大家面面相聚 一时气氛微微明智地起来 不是这个意思宋小姐 只是顾总和我们说过这个事 他会处理 所以 他们也很为难 夹杂在顾景南和宋婉欣之间 偏偏顾景南的态度强硬地不容许他们有任何动作 他们以为顾景南摆平宋婉欣的时候 结果宋婉欣却跳了出来要问责简未然 这彻底地让警察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顾总是顾总 我是我 我从来不知道 顾总能代表我的意思 这 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 我要起诉姐妹燃蓄谋杀 身为嫌疑犯此刻应该要在警察局候审 而不是在别墅里安然无恙 我们马上处理 宋婉欣这才安静下来 警察很快离开了病房 倒是经纪人看着宋婉欣 婉欣 你这样 不是让自己和姑总的关系更强吗 顾总 婉欣小姐执意要起诉夫人 控告夫人许以谋杀 媒体的人也在外面盯着 加上舆论的煽动 警察现在也去了别墅 我知道了 那现在我们要 李源在寝室古警班 找人把这个新闻压下来 婉欣那边我会处理 简未然怀孕 我不可能让任何人 把简未然带走的 是 李源应声 简少和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暂时没有任何动静 但是这事就算记者不找简少和 恐怕简少和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了 顾景南应声道 他交代了几句 而后就挂断了电话 车子也稳稳地停靠在别墅的门口 甚至来不及锁车 他就快速地朝着别墅内走去 管家在看见顾景南的时候 微微惊讶了下 顾总 您怎么回来了 夫人在哪里 顾景南快速地问着 就在您来前不到一小时的时间 夫人已经出去了 你说什么 顾景南的声音沉得吓人 他去哪里了 夫人没有说 顾景南拿起手机 直接给简未然的手机打了电话 但这一次 简未然的手机直接关了机 他彻底地联系不上简未然 该死呢 他低咒了一声 在这样的情况下 简未然还能去哪里 还没给顾景南反应的机会 顾景南的手机 不断地跳出今天的新闻热点 上面赫然有简未然的名字 那些被压下来的新闻 瞬间就被隐晦地报道出来 虽然新闻的重点 都在宋晚心要起诉 蓄意杀人的嫌疑犯简未然 但是不可避免 因为宋晚心的新闻 三人的恩怨均隔 仍然被提了起来 顾景南快速地浏览着 眸光沉得不能再产 在看完最后一篇报道的时候 顾景南给宋晚心打了电话 意外的是 宋晚心根本没接电话 这彻底地把顾景南心里的点 对宋晚心的愧疚给逼得无影无踪 那种深夜的感觉越发地明显起来